21日上午11點多 受風箱台九秉線19.7公里處 發生了一起致狀交通事故 一名年約43歲中性男子 駕著製小客車 沿著池南路由北往南方向行駛 不料在行經過彎處 不小心致狀路旁電桿 瞬間的強大撞擊 力道造成電桿硬生生粉碎 當場斷成兩劫 所幸中性男子和車上 兩名乘客都只有受到輕傷 整起事故原因 有待進方深入調查 路旁的電桿斷成兩劫 高掛的電纜也都垂落到快接近地面 而道路上除了布滿大大小小的碎石裂塊 還留下一大灘油漬 這個場面就發生在21日上午11點左右 受風箱台九秉線19.7公里處 發生了一起致狀交通事故 一名年約43歲的周姓男子 駕駛著製小客車 沿著池南路由北往南方向行駛 不料在行經過彎處時 卻不甚至撞路旁電桿 導致雙向交通全都受阻 之前也有遇過 對啊都是幾乎都是年輕人 這應該都是交車撞到 把電線鋼撞斷 開太快了 很長啊 長長啊 最印象出事 周南及車上兩名乘客清商 現場由台電人員搶修當中 目前實施雙向車流管制 經查周南主車值為禮 整起事故原因如分局調查中 瞬間強大的撞擊力道 讓路旁的電桿當場粉碎 斷成兩劫 所幸周姓男子及車上兩名乘客 都只受到輕傷 台電人員也趕在第一時間前往搶修 預估影響當地十多戶的正常用電 而整起事故的造勢原因 則還有帶警方深入調查 記者許麗欽受風箱報導